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星期一 仍是三百妇女折 我們有一個優惠的 就是一個百五折 買到二千八元 入了WM WIN 就有百五折 買到二千八元 買到千二元就有九折 就有WMBFF 記住就是有些品牌 我們是沒有優惠的 Lapure, Safford, La Maui, Restore, Mija 或者是特價產品套裝 就沒有的 有一個東西送給 九百九十元買滿 四千二元折滿 就會送一個黑色的 Laveena Black Rose 給你這個 Black Rose 會是幾粉紅色的 沒錯, 就會做抗氧化 美白, 還有 就是做一個 Uplifting 很好 去美白, 去班都很好 這個 就是買滿這個 四千二元 今天開Live 除了這個 三百妇女折 還有一個優惠給大家 大家留意 就是會送一個 是一個 Cancer Rain 給大家的 就是 在Live 尾 就會跟大家公開 告訴你 怎樣可以免費 得到這個 Cancer Rain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印度美魔杖 這個星期 收到很多很多很多的留言 以及Inbox 就是關於這個美魔杖 印度美魔杖 究竟是怎樣用法 怎樣去測試 這個美魔杖 就是會有一個特別設計 就是有四個粒位 就是這四隻手指 然後這邊有一粒 就是剛剛好保持它 我們就是 用的時候就好很多了 另外很多人問究竟怎樣選擇 我們有兩個尺寸的 一個是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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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大一倍度 而且每次回來的時候 你拿回來 我們都會教你 怎樣去處理 Cancel Rain 這個美魔杖 對 那 最近很濕 這個時間 Hello 巴士車 那用的時間 我們想跟大家做一個測試 有人問究竟這些 銅、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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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中毒的機會 或者重金屬 講過本身它是會 做殺菌消炎很好 所以我們就問究竟 看看有沒有重金屬和圓 我們就會有火槍 對了 家裡有小朋友的 小心點 那就是辣一辣它 那你會發現它是不會黑的 那甚至是 我們的養生同虎 都會做這個 是不會黑的 它的顏色度 都不會變化黑 如果你變黑 即是說有機會 裡面有重金屬 那另外 除了這個測試之外 我們也做了一個測試 就是用梳打 用梳打粉 如果你擦出來 如果你擦出來 是有變黑 或者變色的時間 這個粉 即是說裡面會有重金屬 或者含圓的情況 所以大家用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回去試試 我們的美魔杖 究竟會不會變黑 是沒有的 對了 先擦一擦 有機會太熱了 沒有了 好帥 我是小小小姐 看到嗎? 是的 好了 用HELLO LIA小姐 Hello 第一次拿回去的時候 會比較特別一點 我會跟你說 回來它是原木造 沒有人用過 你會看到木 比較淡色 或者沒有那麼亮 你會看到我們 越用就越亮 而且比較深色 如何保养和养肥皂呢? 美麗的Cancel Rain的時候 一定要用油 我們會用油搓一搓 保持Copper和Cancel Rain 顏色到色澤會漂亮很多 有光澤的 另外平時如果你想了Detox 或者令Cancel Rain是一個Tailor 是你的產品的時間 Hello Heidi 用的時候我們有包鼠尾醋 鼠尾醋加油再搓 搓它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越用越漂亮 色澤方面是沒有那麼膽 有人問 為何我們新的美麥莊用的時候 第一次顏色比較淡和沒有光澤 是因為缺少了油 因為我們是全新的產品的時間 還有用的時間 如果你可能兩個星期一個月的時間 想做一個深層清潔的時間 很好用啊 Heidi 沒錯 可以用一些清潔粉 粉或者泥 就不會有磨砂的東西 不會有砂 或者葡萄籽 甚至是Covid bean 比較會刮傷 因為有機會刮花我們這個 印度的美摩醬 Cancel這個位置 透透位置 你可以用到什麼呢 就是我們 或者你本身家裡有一些泥 結面泥 或者是面膜粉 就可以加油擦一下它們 這個金色的位置 對 就可以加油 比如說你用開我們這裡 哪裡有的呢 就是有Namari的Stub 是粉 加了油之後 它會將它沒有粒粒的 已經是一個泥的粉 Testure 這個Odacity 四合一面膜 Uni這個面膜粉 還有這個Odacity的洗臉 你可以加一些油 你用開的按摩油 那你就搓這個金色頭 你會看到 是會越搓越漂亮 和 先給你們看 這個是新的 新粗粗的 這個是舊的 我們平時做Tester 顏色你會看到 是會越用越深 和越用越漂亮 這個方法去 保持它這個 平時保養方法 很多人問如何保養 如何買完回去 如何做 另外其實都可以帶回來 幫我們 我們幫你做一個 Healing Bowl 就是帶回來 其實本身這個Copper 以前是會做一些音樂 音樂 樂器 這一類的產品 那你就帶它回來 我們幫你 做一個淨化 和一個 保養 你就會越用越漂亮 而且很好用 這個東西 我知道Heidi 平時都會做按摩 你可以買兩個小 叫人幫你按摩 也可以 叫朋友幫你按摩 家人 如果在背部 這些位置 打摩你按摩 會舒服很多 這個 好像有個 兩手按摩 這樣的感覺 是不是 沒錯 就說過了 保養方面 就是用一個粉 和油 有空用完之後 幫它清潔 千萬不要用 酒精 熱水 或者磨砂 有些 Exfoliant 去磨化它 對 那這個 就是可以和大家分享 有人問 它跟這個 那個叫什麼 瓷 瓷 瓷 那個有什麼不同 我想很不同的方法 就是 它會刮出來 是幫你身體排酸的 你會看到出來會灰黑色 還有記住 Hello Miss Li 對 用的時間 不會天天用 因為天天用 是未必排酸的 而且會太激烈 會缺水 我會建議一個星期 用兩次三次 不要太勤力了 用的時候 我會加上 我最喜歡就是 下妝的時候加上 就是用卸妝油 同時做卸妝排毒 這個功效 你會看到 和你用瓷砂 那個瓷刮 有瓷刮 刮出來很不同的 因為這個是幫你排毒 還有你會看到 那些瓷刮是排出來的 Hello Miss Chang 有三個不同的尺寸 你會覺得 你會看到 我們的 顯示或測試 是會看到 是會有亮 就是因為我們平時 有用油的保養 還有平時都要做清潔的 還有你會看到 用的顏色會越來越漂亮 好像帶浴 或者水晶 它的顏色會漂亮 而且你帶水晶的時候 每段時間都可能 和它做一個清潔 淨化 那就很好了 近來就很濕 那就 沒錯 一濕的時候 我們就跟大家介紹 我們最漂亮的 面部毛巾用的髮 這個就是軟綿綿 而且它們 五秒會沉底 而且很軟的 如果你說最快乾 就是這一隻 它是超薄 超快乾 一晚就會乾乾 這一隻比較薄 這一隻 還有積法方面 它是用最幼細的沙 還有日本細的毛巾 是很耐用 而且你會越用 你會覺得 越舒服 越鬆 這個毛巾 而我自己本身 就喜歡這隻質地 這隻是難乾 沒有這隻這麼快乾 但是它是用在身上 面上 你要看到是很軟 很舒服 所以如果你平時 是會用蒸面 用熱毛巾蒸面 這個我會用熱水 浸完之後 敷下去 可以打開毛孔 還有做一個 SPA的感覺 就是放鬆 暖了 很棒 這個 而且很漂亮 它的質地很柔軟 我想你上年買完之後 這個時候 都開始要換毛巾了 這個你還有一個粉紅色 這個就加入粥 如果做開運動 想吸水力強一點 就可以用這隻粉紅色 這個調子 看看調子的顏色 沒錯 昨天出了一個Live Stories 就是說我浴缸洗手間 定期會放一條 就是這個 油加利葉 油加利葉 在洗澡的時候 用熱水 沖了它 它的味道會很舒服 會好像回了一個森林的感覺 我覺得 比起浴缸的油加利油 它的感覺 或者它的能量 是會厲害一點 和舒服一點 通常我會 就會省家的 一棵大概50元左右 我會放在家裡 先浸了 到一個星期之後 它開始呼呼地 需要水的時間 我就放浴缸一個量 每次洗澡 我就撕一些來擦 擦出來的味道 它會很不同 你會覺得那個感覺 整個人的能量 是由這個新鮮葉 出來的那個浸味 是自然很多 容易接受 接收到它的能量 所以可以推薦大家 而且它放得很久 我覺得這個 比我買壽球花來講 它是值得很多 而且它的功能也比較多 大家可以試一下 在浴缸浸一棵 或者釣一棵油加利劍 油加利劍也可以當作是 在一個浴缸 你這樣一閘的 在浴缸 或者平時是直立式噴水 可以放在上面 凸少少出來 它一沖出來的水 它好像有薄荷的香味 然後又很舒緩 尤其是適合鼻敏感的朋友 好像沖完糧 這個 捉完 我都覺得 每一個 這個是很重要的步驟 我覺得自己的detox 和人乾淨很多 可以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我會買一些大葉 這個幼葉就是平時拍照 會比較漂亮 它有分大葉 小葉 還有油加利果 但油加利果 本身沒有什麼香味 但是它放在這裡 就很漂亮 如果你選擇放在洗手間浴缸的位置 記得買大葉 出來的味道會比較強 好 接著就是 說什麼呢 就是我們 接下來星期三 會有一個優惠 就是會送這個 是Cancer Rain 沒錯 這個Cancer Rain 小的 就是給面子的 這個是怎樣送的呢 我們走十套 而且是星期三才開始 就是我們會 星期三 12點01分 零晨就會出這個產品 就是買 MUN這套 美白 玫瑰黃 這套 精華 加這個 美白水的時間 就會送一個 Cancel Rain 這個美魔醬給你 限十套 因為其實上次第一套的時候 很快 已經給大家長 這次 就跟大家說了 預早說 大家就可以長 限十套 這個優惠就是 就是禮拜三 凌晨開始 大家可以 策定 策略 就可以 用這個 玫瑰黃 出來 做這個 平時一個 現在可以在家做的 一個護理 還有一個 就是 massage 這個用法 除了我覺得可以 Detox 其實減壓是很好的 在看電視 或者在煮劇的時間 你一直搓 不浪費時間 而且 它不需要 扔著電線 很方便 而且 它是 親 大自然 這個 這個本身 我覺得很好 因為其實現在 可能大家用機 越追越厲害 hive 好像去到一個很extreme 很痛 或者是 activate 但是用回這些 古代的美容療法 我覺得 是另一種 是親近大自然 還有 接近大自然 做一個 Ayurveda 就是 治我這個療癒 還有 可以聽回自己身體 這些毒素 可以慢慢排出 我覺得一物多用 還有 可以一個 全家用都可以 好嗎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就是這麼多了 明天我們會和大家 再分享一些什麼 就是現在比較潮濕 我們有什麼產品 和大家一起 抗濕 或者是 一些 皮膚 可以幫助皮膚 很容易 是溶妝的產品 我們明天再見 好了 拜拜